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看守所人员还在聊天 都想好要怎么针对 检方的犀利攻防了吗 因为就在昨天 柯文哲一家被爆出 在银行开有高度隐秘性的 神秘保险箱 里面还有百万金流 没想到戳到佩奇痛处吗 民众党中央昨天主动联系 特定几家媒体 说陈佩奇愿意接受采访 针对金流来示意 陈佩奇哭诉 说整起事件搞到他家破人亡 孩子都不敢回国 而关键提到保险箱 陈佩奇说检方带他去开保险箱 检方还叮咛他说 你不可以对外说 没想到后来有媒体 披露这件事情 但是媒体披露的 只是说有保险箱 没有提到细节 陈佩奇忘记检方的叮咛了 大公开 说这保险箱有两个 里面都有50万现金 是要给我孩子的 还有一些嫁妆 律师分析 这是在赤裸裸的 隔空串正吗 藉由公开喊话 让被押的柯文哲知道 统一说辞吗 而面对大量跑去 ATM存款的争议 陈佩奇说 我自己真的不喜欢 去零贵办理 一下说是因为去 要等银行开门 要等很久 一下又说 是因为银行太理喻我了 每次都把我带去 这个贵宾室 所以他不想去 只想在ATM提款存款 还说自己一年 就去ATM十次 错了吗 但是网友抓包说 嘿 你避重就轻 因为陈佩奇去ATM高达60几次 是集中在两个时间点 包括像晃哥直接分析 你35天内 跑去ATM20几次 合理吗 陈佩奇无法说明 619万真一 倒是抛出新数字 说从2016年 父亲过世以来 一共提领的现金 大量金流 总共是1628万 直接整整就多出了 1000多万 其中包括他的薪水 父母亲给他的钱 柯文哲的演讲费 还有个大关键 听清楚了 他说是亲朋好友给的 红包加油钱 你亲朋好友真好 动不动就给你红包钱 凑一凑还有上百万 这还没完 还有全现金购买的 4300万的商办争议 陈佩奇舒适证明说 这个选举补述款 分三个账户转给他们 马上被抓包 有两个账户是新开的 你之前财神申报 没有 是为了大量理财动作 才开的吗 争议解释不清 反而模糊焦点 陈佩奇丢出好几个 金流烟雾弹 到底要掩饰什么呢 被正如他所分析的 囚徒困境一样 只要他跟沈庆金 两个人都不说 撑住不说 就能安然度过吗 今天好好讨论一下 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是资深支援记者 上罢上衣夫 大家好 再来欢迎是资深媒体人 十七姐 大家好 再来欢迎是民进党好 台北市议员 舒培姐 乃宇好 大家好 再来欢迎是律师 张静杰律师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冬豪哥 已经在我旁边了 等一下也会赶快坐进来 稍后民众党前秘书长 这个谢立功 也会来到我们的节目 讨论现场 先赶紧来看一下 柯文哲现在在金流方面 检方要积极加大火力 积极突破金流 今天恶度体讯 看一下画面 好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柯文哲再度是穿上 这个看守所夏季制服 也就是黄色的球衣 一样呢 也是穿着蓝白拖 但是今天柯文哲 倒是心情 你看起来蛮不错的 你看到在画面中 最后呢 还有心情嘻嘻哈哈 还跟着看守所的人员 露出神秘微笑 还两个人还稍微聊了一下天 你画面中看到柯文哲 这次所谓的恶度体讯 大概是经过了三个小时 柯文哲现在出来了 现在又要回到看守所去 但是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舒培姐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阿伯在里面蹲蹲的第九天 陈佩琪过的人突然高调起来 他现在不是被告 他是证人 是戳到陈佩琪什么痛处吗 他突然要跳起来 因为就我们掌握 他是主动联系媒体 主动说有些东西 你们要不要采访 主动联系媒体要来讲 是因为人家现在说 陈佩琪可能会不会转被告 还是现在人家发现 小平哥爆料的 陈佩琪带着大儿子阿瑶 两个人去第一银行的 信义分行 被人家逮到 救子心切 还是他发现 金流爬梳越来越多了 要赶快去救他的阿伯 救他的老公 因为有个大关键 但你看一下 陈佩琪昨天在聊 柯家的金流 一共有四块 因为实在太多了 帮大家统整一下 第一块也就是最新披露的 银行保险箱 他说有两个各50万 还有一个是 也就是大量的存折 ATM多次提令 他说大比的 大概是1628万 再来还解释了 4300万的商贩 再来USB 他几乎不想答 我们先带苏佩琪来看一段 保险箱 是不是戳到痛处了 因为这是最新的 故事的支线 陈佩琪在这个部分 他特别解释了好多 还讲到哭 我们来听一下 我常常去土生给他送东西 虽然说没有办法见到他 但是我觉得我去那边 我觉得我会 跟他更接近在一起 这样就够了 自从先生当了市长之后 我也觉得它是一个 很不稳定的工作 我是有放一些少量的现金 在里面一备不食之需 是几百万吗 我有两个保险箱 那我都觉得说出事的话 我都有跟小孩子讲说 你们有五十万五十万 可以当紧急的生活费用 两个保险箱各五十万 对对 我昨天去开的时候 他特别交代我说 你们不可以跟媒体讲 后来我的律师就跟你讲说 这句话应该是我们跟你讲的 才对吧 怎么会你跟我们讲说 不要跟媒体讲 我想问一下苏培姐 你看陈佩琪自己说 我被检掉直接带着去银行 开保险箱 检掉跟我说什么 检掉说你不可以说 结果怎么 老老的说 什么都说 昨天还说 一共有两个保险箱 一个里面有五十万 一个里面都是五十万现金 因为我老公本身 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的不安全感就很重 我想说我就要各存五十万应急的钱 给我的孩子 你看到他到现在豪宅也推给他儿子 保险箱的钱也说是儿子 ATM的钱也说是要存到儿子那边 通通都是儿子 你怎么看保险箱这个东西 是完全戳到陈佩琪痛点吗 人家说陈佩琪现在高调的找媒体访问 是在隔空串共 真假没听的 是啊 这整个状况很异常 因为陈佩琪是这个案子的被告 通常涉到刑案的被告 是证人 证人通常回来之后都是这样 跟律师讨论都有 你看林周明 林青龙 还有李德权 这些之前的北市府的官员 他们全部都被列为证人 被邀请去 包含台北市很多的现任官员 也全部都是 你知道这些官员回来之后 只是议员要打电话 要问他跟案情相关的 他说不要打电话 不要打给我 才能不通 检察官说我不能联络 我不能讲 因为侦察不公开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小心 因为他们不想要让自己 对这一件事情上面的涉入变大 然后让自己的嫌疑被增多 陈佩琪是这么大辣辣 包含从阿伯 还在北检的时候 出来开记者会向小草喊话 阿伯被召到看守所的时候 到看守所去送书 也发表了言论说什么 ATM小额存款的理财数 然后昨天又正式地出来 开记者会 把他所有的金流 4300万 还有包含他的金库 ATM包含箱都说了 对 不过他这几个东西的理由 全部都推给小孩 他会买1.2亿的豪宅 是因为他们家阿姨要结婚 这个数百万的ATM 都是要存给小孩的 这个保险箱也是要给小孩的 拜托 有需要吗 台湾是这么不安定吗 如果你们家发生意外的时候 你的钱会领不出来 有这么夸张吗 我觉得而且再者 你们的小孩也有阿公阿嬷 也有姑姑可以帮忙吗 有需要用这样子的现金吗 来准备吗 我觉得这都是 堂舍支持 我觉得这就是他被抓到之后 他拿出来讲的 不过我觉得昨天 这个记者会其实非常有趣 我觉得说 如果他真的想要澄清的话 他应该是开国际记者会 对 因为他们不是说 他们被政治打压吗 对 他应该开国际记者会 来向国际诉求 虽然说国际记者会 可能只会来一国就中国 但这还是没关系 你应该要开国际记者会 让习近平继续声援你 结果没有 他只有来三家 而且这三家媒体 过去就是跟柯英的关系 是比较好的一些媒体 像之前有对民众党记者会 提出疑问的这些媒体 就没有办法被邀请去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记者会 就不是真的要做说明 他只是要做布达 他只要把他的讯息 陈佩琪要告诉大家的讯息 传达出去 那媒体在这一阵子里面 看到的疑问 包含619万 为什么陈佩琪要分60几次 去ATM分别的存入 这件事情他还是没有讲清楚 你这1600多万的金流 都是从存折里面领出来 或者是你存折里面的钱 但我们现在问的是说 你为什么在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是在2023年的3月到4月 这20几天里面 你存了20几次的ATM 还有2023年9月 你去看柯文哲 去拜访完省庆经之后 隔一天出国 然后陈佩琪又开始一直存 一直存 一直存 存了400多万 就一直都去ATM存 人家要问你的是这一件事情 你没有讲清楚 你就说我有1600多万的金流 完全就是问A答B 我觉得昨天看那个专访 我觉得我跟佩琪陷入平行时空 对啊 她说我都听不懂 对啊 你有的疑问 她没有回答 然后所以她不是在澄清 她是在告诉某一些人 某一些事情 而这1600多万的金流的说明 是不是就刚好在解释 过去媒体里面 曾经讲过柯文哲的账里面 有一千多万的不明金流 这是第一个 再加上陈佩琪被抓到 分别存入账户有600多万 加起来就是1600多万 所以她是不是就是在跟 本案的关系人 或者是本案的被告 在告诉大家 我们的1600万的不明金流 我已经厘清楚了 说得好 就是A B C D这五行的来源 对不对 就是隔空窜正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它不能让太多媒体来 因为太多的媒体来 全部大家在问问题的时候 就把它打破了 所以它只能像这个 中国的记者会一样 只有我信任的媒体可以来 因为你们唯一的工作 就是帮我把这些账 串出去 给我想要传递的那一个人 知道吗 所以这个记者会 好听叫做记者会 难听一点就是 空中窜正的传达 传达的时间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就算是要传达 你也稍稍稍稍 你也没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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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賺的錢 全部都是匯款 所以怎麼會有那麼多的錢 所以我覺得這當然是 非常大的疑問 他們到現在還沒有講清楚的 另外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保險箱 昨天最重要的是保險箱 因為前一天 檢察官帶著陳佩琪 去開保險箱 然後檢察官說 你不可以講 不可以講 不可以講 結果陳佩琪隔一天開記者 我也都跟他講出來 說裡面有50萬 50萬卡起來100萬 裡面有什麼 我會預計 有說你是給阿姨的 對 要給阿姨的預計 然後這個金氏 我結婚的金氏 結果問題就更大了 就是說 那你這筆錢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公開透明 你過去申報 從兩次的 三次 包含總統的選舉 兩次的市長選舉 都沒有申報這兩個 對 然後包含這裡面的現金 有完全逃避申報 然後他們現在的講法是說 這些東西 加起來不至20萬 我要問的是說 你怎麼知道沒有20萬 對 而且陳志涵你怎麼知道 陳佩琪放在保險箱的浴室 或者是金氏 有多少的量 這都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所以陳佩琪為什麼要自己 去把這個保險箱講出來 有沒有可能 其實檢察官帶陳佩琪 去開保險箱的時候 柯文哲跟他的律師也都不知道 對 是不是 回來之後把自己先說出去 而且還先放給媒體 然後先放給媒體之後 還打檢調 對 說檢調 我要把消息放出去 昨天才帶我去看保險箱 這個要澄清 檢調裡面只有說有保險箱 裡面有多少錢 有什麼 甚至是誰的保險箱 都沒有說 是 所以你知道嗎 它是不是其實有更多的保險箱 現在只查到兩咖 是陳佩琪的兩咖 所以陳佩琪就出來 開記者會說 我告訴你 現在查到的是我兩咖 裡面只有浴室跟金氏 律師你要知道 柯文哲不要自己說出來 說也好 是不是有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這種隔空串陣 我覺得陳佩琪現在是 介入影響偵辦的過程 其實越來越深 所以我覺得 檢察官這邊應該要好好的思考 是不是應該要把陳佩琪 轉為被告 另外昨天還有一個事情 是我觀察到的 柯文哲上一次被搜索的時候 他不是去打頭嗎 結果剪完頭髮之後就被搜索 我們佩琪也修得很清爽 結果昨天陳佩琪出來開記者會 也敢頭髮 所以他們自己心裡也有數了 心裡也有數 覺得說檢察官可能 知道他有太多的串證之餘 可能會把他轉為被告 所以也去整理一下 蘇佩琪講到重點 因為阿伯上次整理完頭髮 隔天就被搜索帶走了 佩琪今天也剪頭髮 希望不要 但是剪頭髮也不錯 換換心情 但我想問一下律師的是 你有看過這麼高調的證人嗎 這個證人特別找了特定媒體 而且就我們掌握 他是主動聯繫 主動就在昨天主動聯繫 說他有沒有要來聊一下 昨天我們新披露的新聞是什麼 保險箱 但是陳佩琪說 檢調叫我不要講 可是他們自己就跟媒體講 但是媒體真的有講嗎 媒體只有說檢調查到保險箱了 但是是誰的保險箱 沒說 他只有說清查對象 除了柯文哲陳佩琪 還有柯家三名子女 還有相關七勇跟同案被告 他那個網是灑得很大 根本沒有說是誰的保險箱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 陳佩琪突然聯絡媒體 然後告訴大家說 就兩個 定調了 等等 沒有第三個了 就是一個50萬一個50萬 然後還有浴室還有金室 都是我以後要給我小孩的 他這樣子出來 很奇怪的出來做定調 他背後想要傳達的是什麼 因為就你們律師的專業跟倫理 你們陳佩琪的律師 跟阿伯的律師 是不可以聯繫的 但是就你所了解 實務上 陳佩琪透過媒體 讓整件事情變成一個新聞之後 這就是串正了嗎 我們主持人講沒有錯 其實這一個阿伯 可以看到 鏡頭上露出神秘的微笑 我是他微笑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外面特務P 特務佩琪 給他透露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情報 就是目前檢方 他所查到金流的範圍 大概就僅限於國內目前已知的這一些 一千多萬以及保險箱 他們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就是可能是涉及到虛擬貨幣的這塊金流 檢方這裡目前沒有在偵查當中 至少對佩琪而言 沒有透露出任何的一些端倪 為什麼敢這樣講呢 原因就是因為 陳佩琪醫師目前是唯一一個 用證人的身分 約談有關柯文哲相關金流的證人 所以說他是唯一一個 知道檢方辦金流的範圍 以及過程到哪裡的一個證人 所以他所透露出來的訊息 對阿伯非常重要 因為阿伯就可以繼續在裡面 否認他收賄的犯罪事實 這個訊息透過陳佩琪醫師 找這個記者來主動專訪以後 阿伯已經完全清楚他的底細 至少在這幾天 他可以很愉快地吃他的 阿伯今天提訊那個畫面 我們再播一次 阿伯有說有笑 嘻嘻哈哈 他就罰警一派輕鬆 代表說金流還沒有抓到 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還沒有被抓到 那確實以我們目前司法實務來看 真的很少有證人 像佩琪醫師這樣子 願意在媒體面前侃侃而談 一般而言 我們看到的證人 就是像剛剛我們蘇貝醫院講的 林周銘 林青蓉 李德權 這些技術官僚 他們很清楚 第一個 我今天被約談以後 相關的一些 征訊的一些內容 盡量是三間其口 因為要第一個 要先尊重檢察官偵查的行為 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的犯罪 你是作證的人 我們要尊重檢察官辦案的節奏 第二個最重要是保護自己 因為如果你在外面講的話 跟在檢察官面前講的話 如果是不太一致 甚至是被檢察官看到你在電視上所講的 可能是說謊的時候 這個是偽證罪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中不中 說輕不輕 他就是一個刑事風險 而且佩琪醫師他有律師 剛剛透露的 他有律師 他一定有問過律師說 這樣子講有沒有法律的風險 他一定是有高人指點 他的律師一定跟他講 你真的要這樣講 如果正常的律師 正常的法律意見一定是這樣子 就跟他說這有可能會 如果你講的話 跟在檢察官面前不一樣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畏證 但是這個反常的行為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他必須要跟阿伯透露出 現在金流的範圍調到哪裡 然後第二個大家會發現說 他透露金流就算了 可是他講的那些 透露金流的那些理由 怎麼好像跟目前 不論是網友 或者是說目前周刊所透露出來的 那些金流的理由不太一樣 就譬如說 譬佩琪說他 我一年存個14ATM 很奇怪嗎 很奇怪嗎 但是人家明明挖掘到的事實是什麼 就是你在跟金華城的便當會以後 密集的存款 存了一百多萬 然後容積率848 通過以後 又密集的存了三四百萬進去 那都是短期密集小額的 異常存款行為 這是洗錢防治法 直接寫在明文規定 就是短期 異常 密集的存款行為 那為什麼洗錢防治法要這樣規定 因為就是因為來源不明的錢 才會用這樣子的處理 如果今天是 今天如果真的是我的薪資 或是真的是首尾錢 這些東西說真的 哪有什麼需要小額存款的道理 對啦 大部分就一筆就直接過去了 就直接匯到哪個特定的戶頭 所以這些你被檢查官認定 有可能是洗錢行為 這是很正常的 另外大家會發現說 除了他講的證詞 跟目前大家社會上所知道的資訊 不太一致之外 他也多了幾個東西 他多了第一個 選舉捷衣款嘛 可是這被小牛打臉了 小牛說 你上次選市場的時候 你說你沒存 你什麼都沒存 對啊 可是現在卻突然多了一個選舉捷衣款 然後再來 他對於商辦的購物的證明 他也是講的只留一半 因為如果說 他今天雖然說看起來很大方 他把建金公司仲介的購物證明 裡面還有就是匯款的帳戶 什麼易營 什麼富邦 這些東西全部都披露在媒體前面 可是大家所重視的 是你的那個錢的來源 不是說你到底有沒有匯多少錢 你會 說真的 你匯了這麼多筆錢 然後最後加起來是4300萬 我們重視也不是這個 我們重視的是你4300萬 怎麼來的嘛 可是他們也是披露的一半 那為什麼會這種 要嘛就是講出這種一半的事實 披露一半的事實 要嘛就是 他好像講的東西 就跟我目前所知的 這個事實有所不一致 原因就是因為他要幫阿伯 製造 未來去製造兩個高潮 第一個高潮是什麼 就是在延壓停的時候 兩個月以後延壓停 對 因為目前如果假設說沒有金流 沒有金流的情況之下 兩個月就最多了 兩個月就是要開始要延壓 對不對 這個時候 這中間我只要每天 透露出一點訊息 縱使是跟目前周刊 或者是目前網友所認知的事實 不太一致的時候 信者恒信 不信者恒不信的情況之下 會產生對立 有對立的情況之下 就有什麼 就有政治能量 還要幫阿伯 繼續蘊含他的政治能量 讓相信的人繼續相信 佩奇醫師所講的話 還要讓黃國章笑不出來 所以說 當一旦有政治能量 繼續維持的時候 如果今天沒有金流 還是要繼續壓 那這個時候 民眾黨的口號 我這邊都可以唸給大家聽 黃國阿伯 政治破壞 司法不公 這些東西全部都可以 都可以 在這邊就可以直接預測 有可能未來 在延壓停的時候 在沒有金流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 在繼續積壓的情況 就有可能有壓人取控 這樣的口號出來 而且 如果說 真的還是沒有金流 就有第二個高潮 就是未來起訴的時候 因為四個月 就有可能要起訴 對 那四個月 如果說 這個四個月 我們檢方在這裡的金流 還是遇到阻礙 因為目前看起來 都還是在國內 重此是找到保險箱了 但是那些金流 跟我們目前 所預期的 高達九位數 以上的金流 目前都還沒有 到達那個程度的情況之下 阿伯他目前 最期待的就是 你只用 土利罪 來跟我起訴 或者是說 你用土利罪 來起訴 還加上 要求 契約 賄賂罪 而不是用 有金流的 收受賄賂罪 來起訴 這個時候 壓人取 所以已經不是 壓人取控 這個時候就是 讓民眾黨的支持者 繼續高喊 司法破壞 因為沒有金流 你還去 你還去起訴我的阿伯 這不是司法不公 這是什麼 這就是 這就是 蔡宜齊醫師目前 跟阿伯現在目前 所勾傳的一聲大戲 就是說 讓今天 讓阿伯 可以知道說 反正我金流 還是穩穩的 沒有被查到 所以說 這個陳佩琪醫師 在外面 繼續透露這些話 對於北檢的偵辦 是有極大的壓力 因為要讓北檢 繼續查那些金流 所以我們看到 昨天 映小威 已經被傳了 那為什麼要傳映小威 大家這邊 可能有些觀眾 可以注意一下 大家有發現 映小威跟沈欣欣 這一段的 這個 金錢的金流 已經被抓到了 然後對價關係 基本上也被 被確定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會發現 映小威的匯款 怎麼是國內的匯款 對啊 怎麼會是用 國內的這種 這麼比較 就是對檢調的 也是比較好抓的 這種金流 然後來做 賄賂的行為 那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 對阿伯 不是用國內的匯款 一定是 檢調一定會去思考的 對啊 那這中間的差別性 就必須要從 映小威的證詞 以及對 沈慶欣的證詞 交叉比對 這中間為什麼有 這個匯款上面的差別 我想這部分也是 未來檢調可以 繼續注意了 因為破口 可能就在 映小威身上 確實律師剛剛 檢調的大重點 檢方其實現在有壓力 因為他在這兩個月內 他要查清楚 四年的金流 這個量非常之大 還有個大重點 陳佩奇現在 針對圖利的部分 基本上都不談了 我現在跟你談的 都是金流 我跟你談的 都是錢的問題 是不是因為 他發現說 現在我只要跟阿伯 兩個人對好 我就可以 把握我的阿伯 不要再被壓 第三個月 第四個月 我們先進來廣告 稍後我們來爬書 昨天看完整個 陳佩奇的記者會 我真的不知道 從何開始吐槽 你跟他談ABC 他跟你聊 啵啵啵 你完全搞不懂 到底在幹嘛 尤其他要講個大關鍵 人家說619萬ATM 對不對 他直接告訴大家 說沒有啦 純題 這個最大的金流 是1628萬 還用了五大解釋 來解釋 但是大家真的聽得懂嗎 包括說竟然有 親朋好友的紅包 什麼紅包啊 沛琪姐姐 因為那個 沈慶晶都說 他沒有包過紅包 紅包是誰包的呢 我們先進廣告 稍後繼續跑書 陳佩奇主動聯絡 特定幾家媒體 講他想要講的事情 我終於懂了 剛剛律師講 我終於懂了 我看了這個記者會 我有點聽不懂 原來我根本就不是 陳佩奇的TA 他根本就不是要跟我說的 他是要傳達給阿伯 聽得嗎 陳佩奇除了解釋 這個保險箱之外 另外還有個ATM ATM 陳佩奇被人家說 真的是玩命關頭 第一女車手 這個曾經在兩大時間點 去存了600多萬 就陳佩奇跟你說 不是600多萬 從頭到尾 最大的金流竟然達到1628萬 聽一下 因為我本身有一點知名度 抽號碼牌有時候 大家也知道 銀行抽號碼牌 整個30分鐘到14分鐘 也是很常見 所以我要認為說 我用兩張的提款卡去提領 然後曾經去 這樣快 就是就不用去那邊等 60次600萬這個數字是正確的嗎 我不知道這個週刊是怎麼樣算出來的 他應該要跟我講說 我是從 他是從哪一天 哪一年的哪一個月 算到哪一年的哪個月 那個六年來講 就是說600萬 那一年100萬我想也是在一個人合理的一個贈餘的額度裡面 那如果說一年去ATM十次 我是相信說一般人不會知道說你去年去了ATM幾次 那如果說我去ATM一年十次的話 他就把其中的兩次拿來跟金華城的什麼便當會跟通過連在一起 那我也是想要訪問大家就說 那剩下的8次呢 你要兜什麼東西呢 你在兜什麼東西呢 但其實我覺得陳佩琪昨天整場專訪 因為我都長期觀察佩琪夫人說話的樣子 他昨天其實那樣 然後人家講話說 我現在他眼睛砸超快的 尤其問他說這個保險箱多少錢 他說 50萬喔 眼睛一直砸一直砸一直砸 這個佩琪是太累嗎 還是說這個要回來 這個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想問一下這個佩琪姐 詩琪姐 詩琪姐跟你請教一下 人家問他的是619萬 到底ATM這個純提 人家覺得很奇怪 昨天的記者是這樣子問他的 結果他直接提出了 早就準備好的五大金流 他說啦 有啦 就是有提的這些錢 也就是說ATM操作的這些錢 一共有五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叫做說我父母親的 包括說有遺產 老人年金 這是500多萬 還有第二部分 是我在醫院工作的薪資名系 就是薪資 第三部分 是我這個 我先生在台北市長期間的 這個補助款的結餘 這個被打臉 那沒關係 他說是就是 補助款的部分 還有第四部分 是柯文哲的薪資存款 171萬 還有第五部分 是演講通告費 還有一個大關鍵 親友紅包 他說那時候阿伯沒有在當市長 很多人就想要跟他加油打氣 就給他一些紅包 但很奇怪的是 這些都用ATM操作合理嗎 老人年金遺產 這個為什麼沒有在戶頭裡面 還有薪資 這個聯合醫院 應該是用這個匯款的吧 為什麼要用ATM 還有柯文哲的補助款 絕對是用匯款的 為什麼要用ATM 還有柯文哲的薪資轉帳 也是不用ATM嗎 只有最後一塊說得過去 演講通告費 少量車馬費等等 用ATMOK 陳佩琪這個時候 又吐出了1628萬 我看有一個媒體人直接形容說 這個叫北韓的什麼 你知道嗎 北韓的大便氣球戰術 直接在空降 讓你整圓看都沒有 讓你直接來個煙霧彈 他搞這一出 確實很多人已經快要忘記 陳佩琪到底是在講什麼 金流亂到不行 這就是聲東擊西 他就丟出另外一個東西 然後好像就讓你忽略了 之前我們在問他的東西 所以他說 我跟妳講其實有1600多萬 然後所以之前我們 一條一條去追的這些 他好像就可以不用解釋了 我們大家就會關注說 原來有1600多萬 他這個招數跟黃珊珊在講 他們競選總部的選舉申報 不符 一樣 對不對 那個手法是一樣的 他說 我跟你講 那個其實我們就是要 霧燈 霧燈 對 所以就糾結在跟妳說 妳看 就霧燈 99塊 我只有燈98塊 那個時候人家問他 你要12900多萬 他跟人家講2000多萬的出來 這次也是 我跟你談600多萬 你跟我講1600萬 對 妳就會忽略 原本的重點是什麼 然後還很貼心 列出這五大點 我跟你講這五大點 其實這個 可吐槽點實在太多了 是 但是我要先講一個 整體的效果 就是說他除了剛剛律師講 他有可能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釋放訊息 讓他神慶經也好 讓他老公知道訊息也好 另外一個是他可以對於 民眾黨的支持者做交代 你看昨天他 他真的很柔弱 他受到好像風一吹 他就會倒 他昨天跟那個 感覺好像昏倒一樣 對 然後又被超家滅主 然後去家破人亡 而且還哭 所以效果上面來說 你看 好可憐 怎麼會這樣子 不要再追殺 對 大家都在追殺 這實在是很不應該 然後就用一種情感面的 情緒勒索面的方式 來鞏固他的合理性 這個是政治上的操作 政治效果 我坦白說有效果 對於小草們來說 對 你看 佩琪醫生真的是被欺壓得很慘 然後不要再這樣子折磨他 你看他受到都已經 這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了 不要再追殺他們一家人了 回到那個重點 這個重點是說 司法的歸司法 政治的歸政治 你們不要想要用 政治的手法操作來影響司法 情感情緒勒索 也不應該成為你影響司法的工具 因為司法就是看證據 所以不要用情勒好不好 也不要用政治來賴清德放人 沒有這回事 回到這五大項 每一大項我都覺得很離譜 第一大項 爸爸留給媽媽的遺產 幾百萬對不對 加上媽媽的老人年金 不是啊 就在帳戶裡面 把他領出來幹嘛 你把他領出來 又再把他存進去 到底要演哪一齣 對 你為什麼要去領出來 再把他存進去 然後結合了你的 你自己的這些薪水 就是這邊要領出來 這邊也要領出來 然後通通領出來 再把他存進去 我再把他存進去 不是啊 這很奇怪 而且媽媽的這個錢 本來的講法是說 因為是爸爸留下來的 所以媽媽長照需要 然後所以要照顧媽媽的錢 那照顧媽媽的錢 你為什麼要存到 你小孩的帳戶 而且他把他全部領光光 對 他一半完全沒有剩 直接掏空 535的 那個是阿嬤的錢 為什麼變成 阿搖 是阿搖的錢 而且本來不是說300 本來不是說300 之前還說過170 也說過300 現在還535 好 第一部分 500多萬的 第二部分 他在醫院的薪資也是 也是直接心轉入障 然後他也要把他領出來 然後再存進去 這個也是很妙 就是他對於ATM這台機器 有一個直面 我真的很愛他 我真的非常想要看到這台機器 我跟他有感情上的聯繫 所以我必須要 經常性地去使用它 我不知道那個ATM到底 又有釋放出什麼樣子的 芬多金還是荷爾蒙 如果珮奇喜歡聽的數超聲 我建議啦 Spotify裡面有啦 去聽就好 對 因為你看他真的 從自己的帳戶也取出了528萬 然後再來 這個柯文哲裡面的錢 230萬 然後還有171萬 當醫生薪水的 230萬這個 就算你講的是對 因為你老公講說是虧60萬 最後一個我也很有意見 不是你2023年你在選總統 對 你去演講 你去出席人家 其實你都 你還有上通告 其實都是應該你要拜託人家說 我們排一個專方 因為我要增加曝光 那我要宣傳我的理念 所以我才能有選票 你還給人家收錢 而且你也沒有這麼多通告 不要想跟我比好不好 好啦 很棒 是不是 你耕扇 開什麼玩笑 你一年的通告費有64萬 沒錯 你輸王時期 柯文哲 你輸王時期 是啦 你還有主持費 對 我們排一個耕扇的 你是 開什麼玩笑 還有親友紅包 你小孩已經30歲了 你單價比較低 他單價比較高 是這樣嗎 而且你明明就在選舉 你哪有那麼多美國時間 去上這些東西 而且再加上親友紅包 你小孩都已經30歲了 不需要拿紅包了 所以這些點 我都覺得 每一項都有很多的吐槽點 好 確實 剛剛這個佩姐 幫我們直接講了 陳佩琦 到底對ATM有什麼執念 錢好好的進到你的新轉帳戶 你又把它提出來 再把它存進去 媽媽的錢 你給它提出來 然後再給它存進去 陳佩琦昨天有個大關鍵 她自己講的 這個純口白 逐字檔 她說 她去ATM 她都有兩張卡 一張是把它提出來 一張是把它存進去 嘿 各位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有沒有覺得根本不符合邏輯 我們橫橫抖內幕 我實際出外景 直接幫大家沈浸式體驗 佩琦的一天 來 真的很快 陳佩琦說她來到ATM的時候 她都有兩張卡 一張是拿來做提款 一張拿來做存款 今天我們來到ATM前面 我們直接來實測 以10萬塊為單位來算一下 她這樣到底需要多少時間 直接來試看看 20、100、000、10萬 這樣是10萬 確定 我們成功輸入10萬塊了 接下來就是悅兒的線鈔聲 成功 我們現在已經一共提出了 10萬塊的線鈔 目前我們就已經花了 快要一分半的時間了 那接下來陳佩琦說 她只要把它提出來嗎 沒有 她也用這個 把它存進她小孩的戶頭 我們接下來繼續實測 好 好 我們現在呢 總共是大概花了3分30秒 才成功把10萬塊提出來再存進去 但是奇怪的是 陳佩琦這次披露出來說 總共在ATM的金流 是有600多萬 甚至有1000多萬嗎 那這樣不就是3分半乘以N次嗎 尤其在這個所謂的ATM 每天都會有存款或是提款的上限 來來回回 這麼多次 真的有如陳佩琦說的 這個真的比較方便嗎 而且先提再存 佩琦姐姐為什麼不使用網路交易呢 用網路銀行 大概1分鐘就可以解決 對 我直接陳進式體驗一次 因為我想說 我不喜歡就是說 隨隨便便說人家很奇怪 所以我自己去體驗一遍 我跟你們說 其實這樣存壓力最大的是什麼 壓力最大是後面有人在排隊 後面有人在排隊 後面的人可能急著要買一碗面 沒有現金可以付 我在那邊按 其實我很緊張 但你很難想像說 陳佩琦如果一天最多 而且我那一台算是很快的 可以10萬塊的 很多可能是3萬 不一定 額度不一樣 那是搞很久的 陳佩琦跟你說 他每次就兩張卡 這樣這個提出來再存進去 提出來再存進去 沒有啦 手機按一按 717就有了啦 我想問一下東豪哥 你看我剛剛這樣子 隨便來做一個測試 就今天中午跑去附近的ATM測試一下 就很奇怪嘛 人家笑說陳佩琦今天是小額科醫生 很喜歡小額存款 這個不合理嘛 你怎麼看 他目前披露出來的1000多萬 1000多萬 他就講嘛 講得越多越好啊 我昨天我也去體驗一下 可是我沒有 你也有去嗎 可是我時間好短喔 因為你沒有提了又存啊 不管是提還是存 我都時間都沒那麼長啊 沒有啦 因為我有一百張 你可能沒有 我沒有那麼多你知道嗎 好啦 不過你再回來看 其實陳佩琦現在講越多 檢察官會在偷笑 因為你講越多 你公開講 你不管你是找幾家媒體 檢察官陳佩琦講了這所有東西 只要是在台灣的銀行裡面有的東西 檢察官手上都有一份 那這一份呢 它不是現在才掉的 從至少應該五月的時候 這些基本資料就掉進來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你是檢察官 你在五六月 你看五六七八 到八月動手之前 這些帳戶早就看完了啦 那你這些帳戶看完之後 你要做什麼事情 我是看你的上下游 比如說 柯文哲的部分 陳佩琦的部分比較單純 就是他的上游是誰 那為什麼那時候新聞會跑出來 就是因為你用現金存款 現金存款往往被視為斷點 然後這現金存款跟陳佩琦 列出從2017年一直到現在 1600多萬的收入 是不是每一筆都可以對得起來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現在也有人在找 因為他要選總統的時候要申報 他2013年總統 總統候選人才能申報裡面 現金是零 沒有寫 空白 空白 就是說他已經低於一個程度了 然後昨天記者問他保險箱 他說他有兩個各50萬 保險箱是在他的名字底下 所以那50萬是什麼時候存的 是去年你就存了 還是今年選完以後存的 如果是今年選完以後就存了 那你在這段時間你動過 動過當然不代表犯法 但是檢察官這個是會幹一件什麼事情 因為保險箱進出都會有紀錄 他就會看你進出多少次 就是光一個 這個還只是前 我們講說辦案 有深水區有潛水區 我們聽到一個保險箱 這個對檢察官來講不是深水區 因為它都在台灣 都在銀行 還在可控範圍內 就很容易查這 深水區是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這個交易 4300萬的商辦買賣 是真的還是假的 或者說這個商辦的買賣 4300萬 我們那時候發現它跟過去的 這個實價登錄裡面 一瓶多8萬 那這個差額是真的還是假的 比如說這個交易 有一種 我不是講這比4300萬一定怎麼樣 但是有一種狀況 等一下萬一天我去考慮 就是說 它這個交易有沒有交易 有 可是交易的金額有沒有被灌水 這個要去判斷 那這個判斷的基礎 當然不是用講的 我要舉證 我要知道說這個交易 是不是可靠的 不是看 建金公司的履業證明 昨天秀的那個建金履業證明 只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簽約的時候可能是現金 其他的東西 額在銀行裡面轉帳 不是用七 張一波 幾公斤 70幾公斤 47公斤 47公斤 不是74公斤 我當時就說跟我一樣重的那個 好 就是不是抓了一個乃魚去付錢 對 就是差不多把我抱起來 差不多這麼重 那下一步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你注意看 如果我們在講這段時間 有偵查消息外泄的話 4300以後的東西 4300以後兩兄弟 原屋主兩兄弟 是不是就把錢一人一半 對 一人一半 他們這兩個人要幹嘛 如果按照柯文哲講的 他要移民 那移民會做些什麼事情 這些動作有沒有吻合 還是說 就算我們講 用點懷疑的精神 要移民的名義 把錢匯到美國 那這時候你要做一件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我要去看 陳姓兄弟 如果是你匯到美國的時候 美國的這個帳戶 跟他們關係 跟這個原屋主 陳姓兄弟 是什麼關係 是匯給自己的帳戶 匯給子女的帳戶 還是發現萬一 萬一 萬一他會 因為要移民美國 柯文哲講的 萬一會到美國的帳戶 是一個看不懂的帳戶 如果是後者 如果是後者 這個會加深檢察官的疑慮 我剛才講的這一段 只是4300這一塊 它可以很單純 也可以很複雜 深水區 是他們有沒有把這4300 做海外匯款 如果有 檢察官一定會多想一點 所以你回來看 陳姓兄弟這個書的東西 他只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好 他做了一個功課 把2017年以後的收支 全部列出來 我就相信你是真的 可是你的支出帳 兩者有沒有吻合 然後你如果 掉到太細節的時候 我們會看不到一個 完整的圖像 所以你在看他 在講所有東西 你掉到太細節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以前我們在跑新聞的時候 也會有當事人 私底下會找記者去 會講很多 可是這時候我們通常都會問 核心問題 它的核心問題還是兩件的事情 那個圖利 那個圖利 為什麼你要幫沈慶經做這件事情 有那個動機 動機是什麼 這是核心 然後再過來才是 沈慶經如果真的 像我覺得那應該是檢察官 不要講檢察官 不一定 辦人員很多 偵辦單位 偵辦單位有調查局 有廉政署 有檢察官 檢察官下面還有檢察事務官 一堆人 如果這個辦案單位 真的放了一個消息說 沈慶經 在過去那段時間 特定時間裡面 一共洗了4.3億 分兩批的話 那些錢的流向 那個才是 那個才是真正 真正有趣 但是那個 那個也真正是挑戰 因為那個是省水區 好 確實剛剛東豪哥 講一個點 現在陳佩琪現在拋出這些東西 說真的很像所謂的金流煙霧彈 已經快要讓你忘記 這個原本事情的全貌是什麼 而且我今天也問這個 我相關 讀這個財經相關的朋友 我說 那個銀行的保險箱 通常是幹什麼用 他說很多人是放一些 可能珠寶 或是什麼的 他說沒有人在放現金 現金放在那裡 沒有利息 沒有利息 怎麼會放在那邊 現金 你放在你的帳戶 也是可以用來不時之需 為什麼一定 只有放在銀行的鐵櫃裡面 才叫做不時之需 這個地方我也是畫一個問號 我對佩琪總是有很多的不解 好 我先進一下廣告 我們稍後讓這個 上官好好再來講一下 除了剛剛什麼619萬 沒共講什麼1628萬 還有4300萬的商辦 陳佩琪直接把所有的紀錄 都甩在你面前 但是結果你一看 發現更多問題 先進廣告 稍後繼續討論 陳佩琪在昨天主動聯繫了 特定幾家媒體出來專訪 講了很多東西 講了這個保險箱 一共有兩個50萬50萬 還講了1628萬 他總共去提了這些錢 但是真的就是1628萬嗎 人家想問佩琪 昨天的記者就還說 佩琪請問你還有要補充的嗎 各位 接下來這一段才是重點 他說你還沒有要提供一份 給簡連證明 你說的話是真的嗎 陳佩琪突然話風一轉說 其實還有一些小帳戶的提領 但我意思也不是記得很清楚 也沒空 但是如果是小額的提款 如果被我看到我全部的帳戶 我想金額不至於到 只有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剛剛討論了1628 討論老半天 人家最後的結語是說 其實也不只這些 其實不只 所以最後的真話 都留在訪問的最後面 才慢慢的吐出來嗎 我們先進到廣告 稍後一種老師 撕起上鉤 一棒接著一棒告訴你 陳佩琪昨天披露的這些東西 背後包裹著的是什麼樣的 減變工坊呢 好我們知道呢 陳佩琪昨天接受這個專訪 包括律師也分析到了 陳佩琪從頭到尾 要透過媒體表達的東西 是要傳遞到阿伯那邊去嗎 我們再幫大家爬梳一次 統整一下 陳佩琪談到客家的經歷 我們剛剛討論到的保險箱 保險箱所謂媒體 並沒有披露相關細節 是陳佩琪自己說出來 再來是ATM多次提令 陳佩琪自己說大比的 大概一千多萬 再來一個大關鍵 也就是林嚴峰披露的 已經真的買下去 開了四千三百萬的商辦 說法很矛盾 聽一下他說法 他可能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 沒有而且我也不太知道 他那時候給我講說 就是買個商辦 那我就去買 也沒有想到說 應該就是避免疑慮 應該是用那個黨的名字去買 他就說他可以當作辦公室 他說有一個眾望基金會 什麼城鄉協會怎麼樣 新屋鄉協會 他就說他希望這兩個 能夠搬去跟他一起辦公 因為這兩個設在黨部 也是有一點奇怪 那時候真的是 也是私慾不周 這個也是要對黨 也是很抱歉的事情 好 上工還在吃蘿蔔 我先問一下易中老師 易中老師 抱歉 我們上工還在繳蘿蔔 好 跟你請教一下 在商辦的這個部分 陳佩琪之前曾經被今天爆料說 買了柯文哲的名字 4300萬的商辦到底錢哪來的 他們說是用補助款 但是大家遲遲看不到匯款證明 陳佩琪終於丟出新東西了 但一丟出來人家發現更多疑點 對 就是他不丟還好 一丟出來問題還是更多 我先拉回來講 陳佩琪昨天 大家你們剛剛都沒有特意討論到 陳佩琪昨天除了剪頭髮以外 他還戴口罩 你不覺得戴口罩這件事情很奇怪嗎 他之前在北索外面接受訪問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賣督著他的時候 他也沒戴口罩 但他昨天為什麼戴口罩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什麼 人家在講白菜的時候 表情要被看到 那個嘴角 所以盡量掛口罩 就是有一些那種嘴角那種 不小心的抽搐把它蓋住 有道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昨天沒有道理他戴口罩 除非他跟大家說 不好意思我得了COVID-19 然後這是我的確診證明 然後我戴 我就算了 他都不是 所以這是第一點 就是他準備要來講白菜了 而且他昨天講了說眼睛砸到 我就想說他眼睛怎麼了 因為他緊張 他平常後面還有人壓陣 昨天沒有 昨天他也是單獨 雖然那個已經塞過 旁邊還是有人 對 但是還是會緊張 這是真的 好 現在拉回來講 就是說他昨天 他講這個房子的事情 那他說他是因為憂鬱症 所以你們剛剛 乃瑜你真的很壞 你幹嘛說人家 為什麼要去ATM這邊存又出來 因為他憂鬱他心情不好 所以看他那個現金這樣 图了身意以外還要去摸 他一疊10萬塊 20萬這樣子去摸 你說摸到那個錢 錢的味道摸一不久 尤其那種比較新的紙超 就是清醒了 那個感覺很好 對 整個人都Fresh 所以你不懂人家 人家就是叫這樣子感覺 那除了這個以外 他也講說他心情不好 所以他要去買商辦 因為他那個時候 他說要比較狀態 比较不好 比较猶豫 所以他买这个商办 就是有点就是抒压 那很好 就抒压 但是问题是 因为他跟阿伯的说辞 就有点都不浓 阿伯在8月29号 还没被压之前 他说 人家说 为什么他4300万的商办 用他平时 他说 因为这样子 监督力道更大 用我的名字 但是张佩琪说 不好意思啦 那是我买的 虽然名字登记在阿伯名下 但是那个 全部的那个 找仲介这些金流 都是陈佩琪 然后他昨天就秀出来了 好 他总算秀出 这个金流 就是这个商办的金流 这4300万 然后来自三个户头 这个大致上 他很清楚 但是我们要质疑的事情是 这里面还是有个蹊跷 什么蹊跷你才不知道 他只有这个户头 特别的注迹 这一人呢 这一人如果说是磕 写一个磕 其他的呢 另外那个和库跟那个 富邦的 他其实并没有特别去 如果是磕的 就多少磕 所以我说的重点 大家现在质疑就是说 那这些 这个 不管是和库 或是富邦的 第一个 真的是你老公的账户 第二个 那个钱 真的是民众党汇进去的 他说 因为这是民众党的 那个选区补助款 那真的是民众党汇进去的吗 这个其实他 佩琪昨天 并没有去解释这件事 这个也 但是他很合理 因为他为什么要不让你 他为什么不开国际记者会 或不开大型记者会 他找你们这些鲨鱼来 你们一定会追问 那佩琪就倒了 一套 不容易塞好的梗就倒了 所以他不能让你们这些鲨鱼进来 所以他就一定要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大家就在讨论就是说 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就是说 因为陈佩琪说 柯文哲是要 他自己说 我们先讲兄弟党 刚才是叫兄弟党 柯文哲那时候说 是因为那个兄弟党要去美国移民 所以他才赶着卖他 对啊 结果陈佩琪昨天又露线了 也没套 陈佩琪说是因为兄弟党要分家 到底是分家还是移民 反正就是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们自己讲 都能说的 这也是一个破绽 结果玩家以后就移民 是这样啊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 他昨天也很奇怪 就是说 因为柯文哲说 他买这个商办是要当做 他当时第一时间 他说是他当他个人办公室 就柯文哲要去办公室 结果陈佩琪昨天又打脸柯文哲 他说不是啦 他说这个办公室买下以后 他说民众党现在很辛苦 他祖祖祖啦 所以他说这个办公室买下以后 他可以作为民众党的党部啊 可以让巴西立委开会啊 然后基金会也可以用啊 所以到底是个人办公室 还是要给民众党用 其实最后也没有讲清楚 就是在那边颠三倒四 但是我平常一讲 我很佩服他 就是说 他其实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佩琪为什么选在昨天 然后讲这么多的隔空窜正 然后柯文哲今天心情很好 因为我怕佩琪没有机会讲 怎么会 我有点担心 因为我们知道 柯文哲是台湾曼德拉 我现在很担心 陈佩琪成为台湾山书记 没有 我会惊 你想太多了 因为佩琪一直希望说 他跟柯文哲可以再近一点 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原本是心靠近 如果去土城就真的身体也靠近 而且大家 奶余你知道 土城是男女所分开 但是至少点对点还是心 对 那重点来你知道 其实检掉办案是这样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陈佩琪只被检掉约谈过一次 以正人的身份去约谈 然后隔了这么久 目前都还没约谈 大家知道吗 李文忠第一次被约谈的时候 也是以正人的身份约谈 第二次约谈完以后就200万交保 我现在很担心陈佩琪下一次约谈 可能状况不是太妙 而且你知道中秋节 我们月圆人团圆 所以检掉不会在中秋节出手 就想说反正下礼拜要做中秋节 至少让他在家里把月饼 然后跟他的科夫也儿子 好不容易从美国回来 大家就是聚一聚 戴柚子帽 对 然后就是大概能 故乡的月亮看一看吃一吃 我很担心礼拜三 我担心争论节目 我怕你们晚上又要开Live了 因为万一礼拜三 佩琪不要乌鸦嘴 万一他们因为台的话 那可能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检掉现在收集到很多金流 陈佩琪虽然昨天塞了这一套金流 可是大家光我们在外面就破绽百出 万一进记者的检察官对他问的时候 他那里面的破绽可能会更大 那这样子我问你 高豪哥是跑司法 那如果检察官的 检察官掌握了金流 跟陈佩琪在里面 约谈的时候的金流 没办法对上的时候 该不该压 人家已经在记者会跟你讲说 赶尽杀绝 没有赶尽杀绝 你如果坦诚 你把所有的事情都 像你们当年MG一字九这样 把所有的事情一次讲清楚 光明磊落记者会 你就看说五六十家媒体 全部让你们记者一次问到宝 其实说真的 社会上也就大家说 不可能 因为你在干事 就像他为什么要带那个 他如果要问到宝 不如来上节目 欢迎 我们很懂那种 还有一个机会 举手 我挡个手 大伙已经不想举手了 下礼拜一 下午两点 土内幕还有节目在 佩琪因为中秋节以后 怕他出不来 所以下礼拜一 我告诉你 是最后的机会 我告诉你 我也没言 我已经约好几次了 每次都被那个 上次约一约 最后也说什么没有 他之后也没有想上 阿伯上次 我每次都真心患觉情 真的 好啦 你要上还是可以 这次要你主动 我不主动了 我们女生不喜欢一直主动 我最后再补充一件事情 他老公真的是预言家 很多其实他都已经自己预言 这是他老公在2018年的预言 2018年 一个时候柯文 我怕 一个时候连任市长 大家知道这个木耀师超玩 他那时候拍着台资源的身体说 孩子 我没有政党 民众党是2019才成立 我没有财团 我没有基金会 我家也没有开公司 也不是家里很有钱 这个时候的柯文哲讲话 如果今天发生金华城案 大家可能会觉得 那可能阿伯 他全干了 所以后来的阿伯 就是完全跟他当初的预言 完全相反 但那个买个上亿的房子 又不是付不起 所以他当初说 基金会是魔戒不套 他现在手上满手都魔戒 而且人家说 现在十只魔戒通通凑 其实到底谁 让阿伯有钱买魔戒 是省沁金吗 为什么小沈1500玩隔天 基金会就成立了 上公 吃饭吗 吃饭 好上公 上公要上公了 我问一下上公 这个陈沛琪开了这场记者会 刚刚我们爬梳那么多东西 保险箱自己主动提 再来还有ATM 讲的这个说法很奇怪 讲出了1000多万 他自己都讲到 提出这些钱金流就这么大笔 还有刚刚最关键的商办 商办的部分 你刚刚是打嗝吗 对 对 刚刚上公在打嗝 是是是 好 商办的部分 现在被DAY到说 民众党把这个补助款分三笔 会给他4月30号会的 2000多万 2500万 2500万会过去 结果被卓冠婷DAY到说 你在财产申报当中 我们只知道 你有这个所谓的 和库台大分行 利益银 富邦 东门都看 这新年 人家说 哎呦 那怎么选完之后 理财动作特别多 商工你怎么看 昨天正一整处 第一个就是 把时间拉长 把关注的焦点稀释 第一个 是真的是拿一张提款卡 就提前一张存钱 那请问一下这些钱提出来 到底存在谁身上 这第一件事 你到底存给谁 他说存给小孩 那既然你都可以存钱给小孩 那请问你为什么要摆 保险保管箱 你直接会给你 去开保险箱的时候 看到现金 你也心情好 直接不是会到你小孩那边 更有保险吗 随时要用都可以用 干嘛 干嘛要用 而且你注意看他的说法 是说台北市长工作 非常不稳定 所以要存 那 不可能是最近 最近他卸任 他20 2022年就没当了 所以 所以你当市长 应该是在2022年卸任之前放进去 才合理 卸任了不当市长了 然后你再放 又说工作不稳定 已经卸任了还要放吗 然后 一个人 我觉得之前我们就觉得 那个众望的声明 有人自证自己违法 就是说他还没有申报 对 陈沛琪也会自证违法 因为5050总共100万 刚好是现金要申报的 最低额度 最低额度 对 因为 财产申报法里面 是规定现金在一定额度以上 实施细则里面 是指一定额度为100万 所以他符合申报而未申报 如果说你给小孩应急 那很奇怪 你到底要推给谁 这50万到最后他一定跟你解释 我赠予啊 因为我一年可以赠予多少钱啊 这种事后理由 你一次不能说清楚 人家质疑什么 他讲什么 当然 回过头来 大家还是要问的就是 你的金流上面 可能性的问题里面解释或是提出证明 他是把你拉到2016年到2024年 平均一年 提领的次数是210几万 210几万 那大家在问的是 你集中在那35天的问题 157万 这157万是从哪里来的 你能不能把戏目拿给我们看 你既然都敢公开 那你给我们看戏目 那20几次的进出戏目 金钱是从哪里来 进去是从哪里进去 你今天所有拿出来的东西 检察官早就有了啦 检察官 检察官为什么会说一个不明 就你的解释可能不被接受 不被接受 然后现在就是你说 众望基金为什么 上半人的时候 把众望的新故乡 党部都挤在一起 对啊 二楼跟三楼还是不方便 集中在一个楼层比较方便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 那什么 大家说众望目可跟什么 是不是一套人三块招牌 现在陈贝奇说 没有没有 以后我们 四块招牌塞一堆人 你们是说党中央吗 什么什么 全部要塞进去吗 这合理吗 我不懂这合理吗 换言之就是 你要把上半大楼预期 就是要租给党中央 租给性故乡 租给众望 再从那边收租金吗 如果你这一栋没有被发现 你就要收租金吗 从个人办公室 一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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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民众党反正 除以十五 月亮反正都不一样 所以每次的说法都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记者 并没有什么事宜太多 他只是 你注意看 陈贝奇讲到他的 他的金流的时候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就除了十二号这一天以外 是哪一天 九月八号在群众运动上 然后还在批施法 九月十号就出现了 四次不同的口供 及六百多万 他这一次又出来 隔两天后 他再出来讲 其实讲一千两百 一千六百多万 请问从程度上 他有一点跟检察官在 你来我往的味道 包括连保险 保管箱的事情 你来我往的味道 当然也有可能是 讲给柯文哲的律师听 因为柯文哲在里面听不到 律师律见可以跟他讲 讲给柯文哲的律师 因为他证人 证人跑 证人跑去跟被告的律师 讲事情会不会有法律问题 好难喔 不能讲 通常来讲 像柯文哲被告被羁押 通常检察官当然会跟家属做说明 因为柯文哲被关在里面 那很多律师费在付 一定是家属帮他付 柯文哲不可能在 在北索里面付律师费 可是陈沛琦又是正的 这个真的有点麻烦 所以通常检察官会在这一块 会放松一点 你们要串 你们不要穿得太离服就好 但是 我现在担心的是跟义中一样 证人被告 在财务这一块 有的时候只有一线资格 那一线资格在那里 请参考扁案 扁案里面告诉我们很多故事 扁案里面告诉我们很多手法 我看一看我觉得 柯文哲跟陈沛琦的一些处理事情 处理钱的方式 让我看到扁案的影子 那所以 所以你该怎么办呢 就像那时候检察官 阿扁跟阿珍 吴淑珍身体又不好 我不能压他 当然就压阿扁 阿扁是男主角 吴淑珍是女主角 可是吴淑珍身体 就是他最好的武器 那他们这对夫妻来讲 这对夫妻 哪里知道 谁讲真话谁讲假话 就算做策谎你信吗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件事情 如果陈泉明讲的东西是真的 起诉书会写不出来 但是如果陈泉明讲的是假的 起诉书就会要把它戳破 还有鸡押才一个礼拜而已 后面会有很多 还是会有动作 东豪哥我想跟你补充一下 因为就在此时 钟小平终于爆料出 什么光头两百万 这个光头两百万 他直接讲说 这个跟柯文哲的律师 其中是肖律师有关 那其中肖律师在这个时候 你看 因为他身为柯文哲的委任律师 这时候很多的案外案 就开始被爆出来 那根据钟小平的披露 说是相关私下私人私得的部分 说跟当事人 怎么怎么 光头两百万 两百万是这个意思 不是阿伯收两百万 我想问一下 肖尉本身现在也一直被大家讨论说 阿伯现在这个钱的部分 可能会有所谓的虚拟货币 可能会有冷钱包 那其中肖律师 现在成为热头上的人物 他也是在这个部分工坊 很重要的一个律师 这个东豪哥怎么看 我对肖尉弘那个光头 刚刚搞不清楚 我不晓得 这个 有没有人 我这个我真的不了解肖尉弘 肖律师跟他的当事人 就是有 钟小平的爆料 对 钟小平爆料 就是有感情上的联系 然后就 可能日久就申请 就给了两百 有情欲的连结 对 情欲流动 然后就跟原配要离婚之类的 就是都私责的部分 跟阿伯没有关系 好 这件事情就已经解密了 就是跟阿伯无关 结案 那真的有光头两百吗 就是 就是离婚官司里面 就是肖律师有被索赔两百万 肖律师被索赔两百万 对 被索赔两百万 当金融专业 肖律师的金融专业这件事情 他是资讯专家 金融专业 这次特别被大家点名出来 而且他是老师级的人 就是说他常常 他可以当老师 去教大家说 虚拟货币等等 所以阿伯请了这样子的律师 看起来应该是有 这一个部分的需求 如果你要离 就是像是随我们讲的 如果你要离婚 你当然要请离婚专业的官司 如果你要做不动产 不然你要找不动产专业的律师 可是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案子当中 会需要虚拟货币的专业律师 这个很奇怪 阿伯喜欢了 对啦 尤其人家说大秘宝 就在阿伯的胸前吗 尤其 但是有关于肖律师最新的爆料 目前还没有取得肖律师本人的回应 当然我们要跟他求证一下 当然这个是钟晓萍爆料的 好我想问一下思琪 思琪刚刚我们在讨论是律师的部分 但是听说昨天柯县记者通通都炸掉了 通通都崩溃了 因为你那时候正在做新闻 你做到一半抬头一看 完蛋了 sayonara 陈佩琪竟然接受专访了 完全你们好几位通通都被漏掉了 这到底是什么神操作 我自己以前是跑线来的啊 如果是我 我主管绝对把我电到飞呢 我觉得真的是谢谢主管 因为他们也知道 可能这个情况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了啦 因为昨天我们当下看到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吓一跳 怎么会是漏掉了一个专访 因为当下的时候我们也是发现 怎么会是这三家呢 我们也马上在这个群组里面 就赶快来问这个党中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会陈佩琪有安排专访 没有告诉我们 因为过去他们都是说 这个检调就是图立特定的媒体 然后说他们清清白白 然后是公开透明 我是当下就觉得非常生气 因为觉得说 如果既然是清白干净透明的话 为什么不接受大家的提问呢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啊 不过我们也是马上去了解 他们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几家是有事先 想要他陈佩琪来解释一些经流的部分 而之前呢 陈佩琪是担心说会有串供的问题 所以他一直不敢出来讲 然后他后来呢 他就有去询问了律师 说这样子会有问题吗 律师说OK OK之后他就说OK 那他赶快去调一些资料 所以才会有那天说有台北市民 在这个林贵看到陈佩琪 其实就是陈佩琪他去调资料 而且后来他调资料之后呢 他调到昨天 终于完全调完了 然后就有党中央这边赶快临时 来通知这些记者说 我们现在OK了 你们要不要来访问 所以昨天才会临时 有这些记者被约到这个专访 说希望可以让陈佩琪来讲清楚 不过大家应该也会好奇 为什么不开记者会 因为他们其实是会担心说 陈佩琪可能面对一些 比较极端的言论或者是问题的话 他情绪可能会崩溃 所以党中央这边感觉是考量 就是他现在不太适合 面对大型记者 因为昨天大家去那边 好像都有说 有感受到他情绪是比较不好 他们怕他会崩溃 然后可能讲一些 比较out of control的话 对 不过大家也有发现 就是真的很厉害 大家从这个窗户里面 发现了陈志涵在比OK 然后就很糊 但是他有一个在比OK 大家说是不是 他想要控制发言或什么 但是他们这边的解释是说 其实是要问大家说 你们问完了吗 OK吗 可是我们也有发现 另外一句 就是在这个影片里面 陈佩琪他那时候被问到 其实他已经感觉 有点疲倦了 他就说 这记者会有时间限制吗 然后志涵姐就出来说 我们再回答一提好 所以陈志涵是全程去控场 所以其实感觉得到是陈志涵 在整个控制这件事情 然后也有来保护 算是保护陈佩琪 好 另一个谢谢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说陈志涵当场在现场 直接来做了一个控场 这个时候人家想说 为什么不让大家一起 把他问完呢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我们刚刚提到说 什么光头200万的 那个消信律师 现在我们也已经知道说 那个是跟阿伯的案子 是无关的 他自己的事 这个就结案 但是我们说到 这个光头的这位律师 萧律师 他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他是要替阿伯来处理 所谓的冷钱包 阿伯的虚拟货币吗 关键是不是就在USB 我们知道所谓冷钱包 也就是所谓的加密货币 是存在这个USB里面吗 陈佩琪被问到这个了 问A答B又出现 他使用USB的习惯 会用在什么用途上 他会使用 我不晓得 我知道他常常喜欢看那个 那个什么 量子力学 他每天在车上就给我看量子力学 我说你转小声一点好不好 他就喜欢看量子力学 整天上车就是看量子力学 就用USB去传这些内容 对的 OK 他就喜欢看量子力学 整天就看那个而已 好我想要问一下这个益总老师 这个专业可能就稍微要问你一下了啦 陈佩琪被问到说这个USB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好像真的还蛮避重就轻的 USB里面到底常有什么东西呢 他说阿伯常常在看量子力学 在车上每天都给我看量子力学 用iPad整天就是看那个而已 但是为什么一再被讲说 所谓的加密货币 因为沈沁金 包括说吴子佳董事长一再爆料说 沈沁金很喜欢去澳门赌场 他也会使用什么泰达币 什么币 这个币呢 币去会不会就跑到阿伯的USB去呢 其实昨天记者真是很客气 他只是问陈佩琪说 那阿伯会用USB记账吗 他只是问这个小问题而已 陈佩琪说我不知道啊 以前跟他讲家里的钱啊 他都咬咬手叫我不要讲啊 我对他就是不太了解不太会啊 因为我每次跟他讲话 他都觉得我好啰嗦就毙掉 然后记者问他说 那柯文哲使用USB的习惯 会在什么用途上呢 然后陈佩琪就直接说 他说我不晓得啊 我只知道柯文哲阿伯 很喜欢看量子力学 他每天都在看量子力学 车上也看 他的iPad也看 就问A答B 就显然这个USB这件事情 陈佩琪昨天 可能他们塞稿的时候 没有塞得很清楚 所以当记者丢出来这个话题以后 他就散掉 那为什么我们特别讲到USB 再加上为什么柯文哲要找 这个肖逸宏律师 因为他本身也是这种 那个所谓的虚拟货币的专业 因为这里面可能大家在怀疑 就是说柯文哲为什么那么重视 那个USB 是不是有可能急躺在里面 这边给大家一个小科普 就是说一般我们来讲 虚拟货币来讲 如果你有买虚拟货币的 你有两种钱包 一种叫做热钱包 热钱包就是用手机的APP 然后存取 就是你基本上就是用APP 那另外一种叫冷钱包 就是存在USB 你说到底是哪一个 看起来很明显哪一个方便 一定是热钱包方便 因为热钱包随时 但是热钱包有个问题就是说 他虽然存取方便 有些人会买那个虚拟货币 在那边做交易的时候 他要确定就是他容易被害 因为他可能他的那个资料 在云端容易被害 那相反的 如果你是用冷钱包的话 因为他基本上 他没有连线 所以他的相对 他的安全度会比较高 但是就麻烦 你每次要拿钱的时候 你都要用USB 然后去密码 甚至还要你的人眼辨识 跟你的指纹辨识 很麻烦 所以一般来讲 会使用热钱包的 就是他可能是在投资 比较小额进出 会用冷钱包的 他的金额就非常的大 就是因为非常的大 所以他基本上 他不会短期内的进出 这一点 第二点因为他也比较隐秘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扯到这里面 因为吴子佳董事长 报了一个料 他说金华城的董事长 沈清金 他带他去菲律宾博 那在菲律宾博的时候 他一块筹码 一般我们博家 我们会拿钱换筹码 对不对 他说 我实际上说的 他说沈清金 很喜欢用 泰达币 这个换筹 就是用泰达币 那泰达币有个好处 大家比较知道的是比特币 比特币现在一枚 要值五千 五万七千美元 比特币要波动大 泰达币的好处是 它一比一 它的兑换比例 它是盯住美元 所以美元一块钱 泰达币都一块钱 它不会随 它不会像比特币 这样波动那么大 所以泰达币作为一个 不要说洗钱 作为一个交易 或是做这种存取来讲 它相对比特币 是来得非常的安全 那因为 吴志佳董事长说 沈清金有喜欢用 泰达币的习惯 那柯文哲又把这个 他的那个 那加上之前 你知道民众党 曾经有一个党员 后来被就是出名的 就是五党 后来又五党籍参拳的 就是桃園的马志威 阿伯之前还跟他站在一起 这个马志威之前就是因为 他违反反渗透法被羁押 因为他收了中共那边的 一百多万钱 你知道这个钱 就是用泰达币交出来 所以种种的这些 调来调去的孙 那再加上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之前检调不是找了一位 陈文景那个检察官 新的检察官进去吗 这个检察官就是专办 这种虚拟币 他办的那个案子是 ACE黄牌交易所 十亿的金流 他都有本事办 所以种种的 包括阿伯的律师 包括我们检察官是虚拟币 然后要加上沈清金 用过虚拟币 种种的迹象显示 今天我们阿伯这个 这个随身跌 可能不是只有一般的随身跌 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小case 可能没他在监察 我们阿伯这个随身跌 所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阿伯为什么 大家知道吗 如果说假设检察官 当天早上去柯文哲家的时候 为什么柯文哲一个小时 除了大便以外 他在随身跌 为什么我直接 等在马桶上冲掉就好了 因为如果他的密码 跟相关的这些资讯 都锁在这边 而阿伯背不起来 或者是他没有 其他的辈分的话 这粒就是等在水里面 就真的 金就是做空 不然他没有其他的随身辈分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 他那么在意这件USB 可能的原因之一 好 我想问一下苏培姐 这个USB里面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虚拟币 这个说真的 我们必须让检方自己去查 这个包括说 后续有追加一位 这个金流专家 都在day这个部分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里面有个Excel表 有所谓的1500小省 结果呢 当然一定会拿去问柯文哲 结果柯文哲听说 被问到的时候呢 超快就回答说 嗯 是行程啊 可是他说当天你明明就是在跟你讲见面 柯文哲说 因为我们改齐了啊 感觉是有备而来喔 早就知道会被问了喔 而且听说是完全不假思索就回答了 沈庆青当然也被交叉结问 沈庆青说 我忘了呢 两年前的事 而且还反问检察官说 那时候我在哪里 还说 又问检察官说 你是要把我转为污点证人吗 现在这两位 我觉得嘴巴很紧耶 人家说是 要钱不要命吗 要钱没有 命一条 所以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讲说 陈佩琪开这个记者会是 隔空穿针是有可能的 因为包含柯文哲 包含省庆青 都有掌握 外面大家来讨论的状况啊 也掌握了这个USB里面的Excel表 大家有人帮他们怎么样去辩驳啊 他们都知道啊 所以当人家问到他说 为什么你11月1号1500 有一个省庆青 他知道 因为你没有找到金流 所以我就说就改期啊 然后他也知道 他说他不能讲说 我那一天确实有跟他有约 不能讲 因为他已经被人家吐破 吐破公疑 11月1号那一天 根本没时间跟省庆青 见面 所以他要用一个 再讲一个说法 来解释这件事情 而这个说法 现在没有办法去做验证 所以那包含柯文哲 包含省庆青 都一模一样 所以他们的律师 其实都掌握着 这个媒体的 这个检调的侦办 还有媒体的讯息 还有大家的讨论内容 那如果有相关的 这个涉案人员 或者是关系人 出来像陈佩琪这样子 大啦啦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全部都知道 全部都掌握了 但我要讲的是说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吗 因为USB里面 不是只有省庆金 日期 然后1500 还有其他人啊 还有财团大佬啊 还有科技业大佬啊 不只有日期有名字还有数字啊 那这一些东西 全部你都可以改期吗 有一些根本不是日期 你怎么改期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你 柯文哲就这样嘛 反正你就找不到钱啊 不然怎样 你找不到钱你就能够办我 你找不到钱 我胡说八道 我就耍賴在这边 我看你能怎样 胡说八道你咬我喔 对不对 我就胡说八道 我就说改期啊 我开玩笑的 他在检查官面前 寻求喔 我开玩笑的啦 阿伯不是说被淋虐 他在检查官面前 也许不敢这样 我们这样子讲 不过他心里一定在讲说 反正我胡说八道 你能够拿我怎么办 对不对 沈庆庆也是一样啊 反正我就是忘记了 忘记事情违法吗 犯法吗 检查官你要把我抓去关吗 你一定要叫我 转做污点证人吗 对不对 他们就用耍賴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现在当然 非常检验着 检查官的办案的 相关的技巧 尤其如果USB里面 的人跟数字 真的是钱的话 我们看了柯文哲 现在的金流 没有那么多钱 这些钱跑到哪里去 就是说 陈佩琪他家 现在被查到的金流 看来有异常的金流 大概就是一千多万 加上陈佩琪 存入ATM60次的 六百多万而已 除此之外的钱 沈庆庆1500 还有其他人的数字 那一些钱到底跑到哪里去 所以你要先证实了 沈庆庆 第一个 他的那1500是钱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验证 后面的这一些数字是钱 第二个查法 当然就是说 我先去查到 你存钱 你放钱的地方在哪里 现在银行里面没有钱 他家里面也没有钱 那有没有可能 就是大家所说的虚拟货币 而且虚拟货币 才会连结到 柯文哲当时被 检察官积压之后 去他家搜索之后 他出来开记者会 最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的USB 检察官拿走我的USB了 USB不是电脑 是USB 他说也一定会拿USB编故事 是 而且它的USB 比木可的电脑还要重要 那时候木可不是也被 收走一台电脑吗 他对那个电脑没有什么感觉 那电脑里面全部都是这样 它感觉没有那么深 可是他很在意那个USB 所以那USB里面 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有人说有可能是金钥 不过昨天Grace跟我讲说 金钥放在那里面不太可能 因为你知道吗 它那个USB会一直 插进去抽出来 插进去抽出来 它如果坏掉了 它就可能派掉了 你只要擠就不掉了 所以它不可能放在那里面 那里面有什么样的数字 听说虚拟货币的冷钱包 除了要有那个钥匙之外 还要有密码 而且那个密码 有可能是什么10个英文单字 12个英文单字 它是一个乱码 对 它是一个乱码的方式 所以你要把它记起来很困难 但你如何记它 怎么记它 是不是就在这个USB里面 或者是这个密码放在哪里 有可能柯文哲就存在这里面 所以这也是检察官 为什么要有这个专门的办 虚拟货币的检察官来办 这个案子重要的原因 人家说这个密码会在哪 会不会就在阿伯的脑袋里 你把阿伯的脑袋 你可以拿出来检查吗 不行啊 这件事情会不会变成检方很难去逮的一个点呢 我们先进场广告呢 我们民众党的前秘书长 谢力公秘书长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 等一下要前秘书长来帮我们讲一下 听说你的一席话 乐得整个民众党 说竟然要把你中平会立案调查 但你自己本身也待过调查局 你也是查过相关洗钱 您都是专业 您的苦口婆心 您的真的真的是良药苦口 民众党就是吞买了 我们先进广告稍后继续讨论 柯文哲曾经自己在过化身小老师 在一个白板前面讲一个叫做求徒困境 他曾经在那边交叉比对 说如果有两个人被抓进去 如果他讲他不讲 或是他讲他不讲 或是两个人打死都不讲 说不定就可以成功脱身吗 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一段 让我们的前秘书长谢力公 谢秘书长来听一下 我跟你讲 真实的人生 通常只要被抓进警察局 结局都是两个都认罪 除非你知道 事先跟他讲 你们这两个被抓进去 也就是咬紧咬关 从头到尾都不要正 都不要照共 这样我们就蹭过去了 阿伯会不会就给他蹭过去 跟神清静一样都给他蹭过去 因为目前看起来 阿伯跟神清静都被提讯两次了 而且感觉都还没有做一个大突破吗 我想问一下前秘书长 这个柯文哲 现在跟神清静被人家说 在金流上面 当然没有一个 检方现在还在持续 来勾勒他们之间的事情 但是你看到最新民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 民众党的诉求叫做政治迫害 说司法追杀 不是啊 不同意的 不同意司法追杀的过半 54.6%的人都认为 没有人在追杀柯文哲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民众党打这一招 看起来没有获得最大的共识 我想现在的时空 跟几十年前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不要动辄以政治迫害 或者是司法不公作为诉求 但这次的案子里面 我也必须说 其实程序上面 还是有很多的瑕疵 从一开始搜索中央党部 因为那时候说 没有他的柯文哲 个人办公室还搜索 其实这有个问题 然后到了北检 罚警需不需要上手铐 因为其实在那个地方 大概也没有人可以脱逃 外面人也进不去 所以上手铐 老实说有问题 再接下来后来就是 这个所谓的1500 怎么会外泄出来 所以就是讲到侦查不公开 如果从这几个点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觉得 程序上面是有瑕疵的 但是如果说到事情披露出来 陈佩是说还多呢 你有看到昨天那一场 他什么都说出来 这个我不知道 他跟检察官之间的默契是什么 通常检察官 你出来的人会跟你说 你就对记者说 因为检察官有交代 我们不能够公布什么 但是他练练说 所以我觉得这次案子 双方是不是在做负面的示范 一边好像一直把一些讯息 到底也不知道谁泄露出来 但是能泄露出来的 不是检就是连 法官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通常是 这个是办案单位 他有这些资讯 他为了有利于他日后的办案 有的时候会放出这些讯息 如果过去有这个习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赶快把它改正吧 因为其实这是不对的 那您怎么看说 您之前曾经提到说 因为柯文哲在所谓的裁定书上面的第一句 就是柯文哲 有承认部分的事实 你是咬住这一句 你认为说所谓提出了认罪协商 惹火全部的小草跟民众党吗 民众党现在竟然要立案调查你 不对 因为你本身是相关专业 你更是曾经洗钱相关的 罪嫌相关的专家 你都知道怎么调查 你也知道进到里面 阿伯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拷问 结果没想到你提出你的想法 现在竟然是 阿伯不用被调查 你要被调查 我跟你说 你去看第二次裁定书 第一段以及最后一段 其实都点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 他没有否认部分的事实 我觉得这个法官 他觉得这一段不可能乱写 他如果乱写的话 三位律师当场一定就会有意见 对不对 所以可见他的确他是有 针对某些事实 他是没有否认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针对你没有否认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把它讲清楚 展现的是一个态度 而且我甚至说 我们不要讲说犯罪后态度良好 这一定有人又攻击我了 你怎么觉得柯P是犯罪 我只是说态度良好 因为在征讯的过程中 只要还没有起诉 没有判刑之前 当然就是无罪推定 可是以检方或者连政署办案的人来讲 他一定是找你有没有违法的事证 他是攻击方 那你是防御方 你一定会去做一些防御 就表示你没有 我觉得这个都完全合理 可是如果真的已经有这样写到 那我是基于我过去的经验 专业 我实在是良心的建议 但这个话就引起大家很不满 忠言逆耳 对有人说是空谷竹音 有的说我是乌鸦 什么都有 那都不忠言 那个都形容词 有个动作叫中评会 那个就是他实际要帮我送去 要立案调查 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民众党不是一人政党 柯P每次都说 就算是一人政党开始 也不会最终也是一个人政党 所以大家应该都有言论自由 而且我是用我的专业经验 来提供一些建言 你要想我的出发点 如果看我的脸书 我也不是只有四个字 我是有六个字 差别在哪里 如果说认罪协商四个字 好那你说我认为柯P有罪 我说的后面有两个字 很多事情 有看到 后面两个字是什么 不知道 好 那这样我就要把这个故事 你要把它highlight起来 对 反正我最重要的 我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请大家看我的全文 为了不影响大家 这个更多时间 我觉得在讲专业的事情 萧草也不会去认同 只想要听放人 放人 放人 阿伯 无罪 无罪 只要听到不是这个的答案 死罪 对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个时间 也是真的让我们自己 好好的再思考一下 因为如果你与其要在土城 待两个月 甚至如果还要延压的话 其实民众党没有柯P 外面会一团乱 如果他能够早一点交保 其实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 诉讼的策略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真的 小草们不要一直来围攻我 每天讲那些 其实我都看到了 我只能说 你们就仔细看看我全文 如果你看不懂 你就去问那个学法律的 或者律师 一定有很多都懂 我的原意是什么 你在一直出征 我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我们真的要解决问题 如果阿伯可以早一点出来 不是你也高兴 我也高兴 所以你们不要保险 能磕黑 难道你们一直要逼我 变成磕黑吗 我就说我不是磕黑 但是为什么 欢迎加入我的行列 每天一直要这样 欢迎 欢迎 可是我觉得这个才是磕黑 哪一个 因为这是陈正然跟 王国昌他们在直播节目上面 王国昌有说 本来我 因为中秋节快到了 我们这些民意代表 都需要去拜一些活动 要烤 糟蹋 烤肉 现在没办法 主席因为在里面 在抱怨 整个气氛上面 很不适合这种 欢乐中秋烤肉去这种活动 然后这个时候 主持人曾正然说 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来去北索门口烤 有的 是有到地獄 看起来也是满开心的 这个我觉得才应该立为磕黑 这个 谢力公前秘书长 根本就不够格当客 没错 这个就直接给他打脸 我们在北索外面烤肉 人家烤肉喝酒苦酒满杯 可是正正的烤肉香 我们扇子扇一扇 而且新北有皇国昌的 专属扇子 扇扇扇 用阿伯来烤蚵子 然后那个烟 烤肉香就飘进去 烤肉 一家烤肉万家乡 一家烤肉 阿伯觉得很香 闻到吃不到 这是折磨阿伯 没错 所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但是同时我们来听一下 石溪姐刚刚讲的那一段 实在 我自己身为没有那么认同阿伯的人 我听到那一段 我想说有够狠的 怎么会讲这种话 我们先进广告 听完之后先进广告 稍后我们让上工再来继续分析 你说对我们的工作会不会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譬如说中秋节的时候 中秋节的时候我本来是有规划 要办一些中秋节的活动 但我现在就没有心情办那个活动 是啊 我们的主席在台北看守所 然后我在外面办中秋烤肉的活动 这什么跟中 还是我们去北所外面烤 但我这样讲 我刚刚真的有想到这些事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 这个陈佩琪接受了这个专访 提到了很多东西USB就不太想讲 但是昨天诉诸的是情感吗 诉诸的是小草门心中最软的那一块吗 陈佩琪告诉大家 她家破人亡 最近我觉得我们已经被打压到 我觉得就是理事罪名 好像也不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我们已经 就是被超家灭族了 就是被超家灭族 就是说 一个风吹草动 就是可以逛给我们 任何的一个罪名 我们也无从反击起 大家是不是可以饶过一些无辜的人 因为我现在已经现在 没有什么政绩之下都已经被羁押了 那小孩子现在都市上各地 也不敢回家了 所以整个家 就是超家灭族 但的确也达到效果了 我们就是已经家破人亡 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上公 这是个金华城的案子 我们在讲的是 所谓的土力财团 两三百亿的一个案子 怎么会之后变成 柯家被超家灭族 家破人亡 不就现在只押柯文哲一个人吗 他儿子他女儿 目前没有事啊 陈佩琪为什么要说 所谓的超家灭族 甚至诉诸的是一种 他们被打击 他们被怎么样 不对 现在是九月 两个月前陈佩琪 还在晚风凉凉 看豪宅 当然了 这个就不是 就不是讲给你听的嘛 对啦 就不是讲给你听的嘛 当然 柯文哲他说 子女事散 那子女不是都在外国念书 本来就事散 在日本跟美国嘛 可以叫回来啊 而且不是 飞机票是自己买的 可以叫回来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金华城的案子 超家灭族 这个里面 那柯文哲 那个陈水扁当时 更狠 是啊 柯文哲当时更狠 陈水扁押进去以后 一直到马英九特色 才出来 不是特色吧 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 他没有特色 保外就医 他是快要 马英九当选总统之后 那一年的11月11号 收押 一直到马英九要卸任之前 马英九总统当八年 陈月扁做七年 什么叫超家灭族 我想这个字词 当然是延续在民众党里面 所谓的司法破坏 破坏的一种形容词 形容词 当然你说超家灭族 我觉得也过于过于严重 但是问题是 他就不是讲给我们听 他诉诸的是一种苦情牌 是啊 当然是啊 柯文哲去年 自己在街头上自己喊 不要贪污 获言子孙 然后还有什么 良心给狗吃了 他说如果赚这种钱 怕算不好 对啊 你为什么去碰金华城 陈月扁哭什么 你应该去问你老公 你怎么去碰金华城 你不碰金华城 有这个事情吗 而且我补充一下 他刚刚讲说的 没什么证据 就给我们压成这样 拜托 有多少 第一个他刚刚自成 自己说他对于土力这件事情 在法官的积压裁定书里面 已经有写了 第二个 包含彭震生 包含所有的台北市的公务人员 全部都说是市长积极介入 还有包含现在秀出来那么多的资料 柯文哲自己亲笔 下辩签 要求下面的同仁积极办理 还越快越好 还要当面丽集谈 这难道都不是证据吗 他就不是讲给 讲给当年 可是我们一定还是要讲出来 这些都是证据 有人证 有物证 就是陈沛菊不认 我觉得不重要 两年以后 柯P在台北市有四个市议员 这四个都年轻人 你到时候你在 这四个市议员 你要选连任的时候 你要怎么告诉台北市你的选民 金华城是对的 你要怎么讲 好难讲 东华哥我告诉你 现在他们都不敢 他们现在都不敢去帮忙 柯文哲讲说这是对的 那陈沛菊装什么可言 所以陈沛菊现在讲的 通通都是金流 跟他无关 但是土力的部分 只字不敢提 只敢说阿伯是无辜的吗 我们先进广告 稍后我们让来宾继续论述 好 上购你可以看到 陈沛菊现在诉租的是悲情牌 但是从最新民调看起来 还是有不同意 是政治追杀的 一共有54.6% 所以他们诉租这样子的诉求 说政治追杀 大家根本不买单 当然不过你要注意看 他还有应该是28左右 还是认为 你注意看他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是不是法院合理的审判 司法合理的审判 跟第二个问题是 赖政府的政治追杀 你看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你要对比的是 你看没有 没有受到和平 公平对待的是26% 但是你注意看 司法迫害的同意是 司法迫害的是28点多 差不多 换言之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无法替代 但是它的答案 却有相关的联动性 却有相关的联动性 而且26 28 其实蛮接近 所以铁杆可能就那一块 没有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铁杆 因为为什么 因为里面可能还有一些 非民众党的支持者 这里面民众党的支持者 80%是铁杆 国民党的支持者里面 有35%是他的铁杆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 35%未必是铁杆 而是 最绿营的讨厌上面的人 认为司法什么 反律 反律 他的投射 他不一定是说我是 柯文哲的坚定负责者 这是两回事 全台缺无仅有 政论妇女党 上公上一波 大号 可在我心里的铁杆 忘记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点半上班 云桃给午七点半 就有薪水吗 感谢支持 全台湾最欢乐 这是含金量最高的 直播政论节目 狠狠抖内幕 收视狂开红盘 网路播放量突破 2000万次 现在我要发出奶粉 召集令 周一到周五 下午两点到四点 铁奶鱼 奶球 一起 抖起来 什么 你下午的直播没有跟上 不用怕 广阶十二点 友善纪录版 等你一起来